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推翻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 不要为自己積检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松子咬能受坏 有财挖挖洞来偷 只要積检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松子咬不能受坏 有没有有财挖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说完这两点之后 我说第三点就是你的心 第一我们知道是联络累积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财富 累积你财富上的损失 累积你认为人生当中宝贵的损失 累积你可能是光阴的损失 累积你自己所谓面子名誉地位的损失 记住是神带领的 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错误 你能够想象 现在为什么石安教会 在神的眼中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神是怎么看石安教会 你就明白了 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愿意感受这个损失 是史无前例 全家教会 在这个地区也好 现在在全世界面前也好 我们都愿意走在这条路当中 在神的带领下 我们愿意面对一个有一个的损失 而不止一个 我们已经不止千年虫 商量水 大旅行 大彩牌 什么都齐 有多少人去笑骂我们 但是你想想 我们好像失了小 但问题就是神将这个拳柄 去支给我们 用天象管理过 第三就是心 就是说在这件事当中 究竟你的心的condition是怎样 你的心的条件是怎样 就是决定你在这件事当中 是得掌赏还是失掌赏 所以你要看到 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 如果你是让这个牺牲 变成你所杀的种子 你为神去杀羞 那你修荣耀 你为神杀 牺牲 你就得丰盛 你为神杀 缺乏 你就得供应 你为神杀出这些 因为这样而导致 好像众伴亲来 你软弱你就得强壮 你明明 现在我在说什么 你究竟见不见 就算连保罗说 关于复活身体的时候 都是在说 你所有为神赚到的东西 就会得掌赏 不是的 他说你所有为神牺牲的东西 而得掌赏 那些是杀众 什么叫杀众 人家没有圣经 你将你自己僅有的可能 都送给他 是不是一种牺牲 那就叫他杀众 是吧 难道你没有圣经 然后替人拿过 那就叫他杀众 人家牺牲 那你杀众 不是这样倒转说 主耶稣说的杀众比喻 是什么呢 请问 主耶稣用杀众比喻 当中说 他自己的钉十字架 就是一粒物纸落到地里 死了 结出很多子粒 那又是什么呢 那全部都是牺牲 但只不过牺牲的时候 你的内心世界 究竟有没有真而重之 这个牺牲 还是你都吐骂这些牺牲 所以你真的不用生气那些华学生 他们曾经都在湘水时代一起牺牲 但是他被人半岛之后 他做了这么多 他简直是琴修不如的东西 然后他还吐骂当年他为神的牺牲 你能不能够想象 他失去的东西是多么瘋狂 他自己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你知不知道 究竟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在地上的话 你会觉得 所有令你失去地上的宝贵东西 都是不好的 那你就不会在天上 可以中到任何好东西 但如果你的心在天上 你就会计较 因为在地上还有什么可以牺牲 所以现在你明白我 就说很小的时候 当初信的时候 我自己受痛苦的时候 我会尝试真的站在第三者 我甚至觉得 幻想自己坐在神的宝座隔离 去看自己 我反过来 我不会这样看我现在失去的东西 我反过来 在那里长大的时候 我发觉 我可以为神再牺牲些什么 因为我的心在神那边 我在天上 我有什么可以在地上运上来 我再可以为神牺牲些什么 但我反过来 我发觉很多人 所以你会看到 我开始教会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方向 每个人都走浮 但我会辣在家 自己去预备讯息 分享给你 我不是想我自己出名 我是想你们得益 我看到很多牧师 就想自己出名 他当然以祝福很多人为由 但你祝福很多人 也不是把你的港道变成劣质 慢慢将你的见证榜样 在人家面前跌倒 那就是为神做很多东西 你跌倒也是为神做很多东西 不如你说清楚点 或者说你自己满足你的虚荣心 和你的私欲更好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更好 明白吗 人生比万物都贵 自己想起自己 但当我尝试第三次 看回我自己人生的时候 我发觉我可以失败 但我一定要祝福身边的人 所有人都成功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而我很开心 我能够祝福身边的人成功 我发觉 有时真的 我发觉 神真的大一点 真是愚蠢到加零一的人 在我身边 去听港道 搞到 我自己连自己看圣经的时间都没有 你知道我一天到刻 都喜欢看圣经 言读神 这个只是我的嗜好 我发觉 那些人愚蠢到加零一 即是要静停一停 将我自己看了的东西 用一分钟明白的东西 我尝试用一个钟 去解释给他们听 我真的在说这个事实 当然你听了我几十年 讯息你知道我说这个事实 甚至是跨世了 我不是一分钟的领袖 要花一分钟解释给你们听 你会明白 那时候 在我来说 我站在旁边看 我不是说 我要懂得多些 我要比所有人 这个可以旁生 这个可以在我翌日出名 我认识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人认识我那么厉害 我一定要周围公布自己 因为我自己配得有更好的生活 看到很多基督徒 其实所谓事奉神 就是这么低能 我想起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 就算很多巴兰 比如台湾的小羊 那些唱歌 其实巴兰 他们不会接受 因为他们都够在吹枝若露 这些 这些 这些所谓巴兰的歌手 和作曲家 那边 他都想着自己希望 为神所谓做一番大事业 搞个大组织和大成就 简直好像主耶稣当时是大乡你 他蠢才被人盯上十字架 直成好像简直是这样 但问题 我问你 在哪一段经文 这些人所谓的大成就 大得着 大满足虚荣心的时候 曾是很珍惜的呢 没有的 我们就算连復活身体 也跟这些大成就 大得着无关 我们反而在神的面前 不甘心乐意的损失 是每一件事 直接上到神的户口 并且还要累积这些损失 而不是半个小时打断他 你会发现有些人存钱 存钱 存了的话突然把他都花光了 有没有钱和银行 没有的 所以你要看这些人 在信仰当中 是不甘心乐意的 所以做一做的时候 他的心不甘情又不怨 他会把所有信心都花光了 现在你明白 我之前几天就和大家说信心 你从得着你的奖赏之前 你一定要完全不要放弃 你完全一句消极的说话 都不要说 甚至最好最好最好 连一个消极思想都不要有 那到你离世的时候 你见回你的属灵银行户口 哇 真是哇哇声 这种真的叫哇言 你知不知道 但当然了 你世上多少 所以主的说话回来 我回来的时候 有信德的人是多少 有没有有信德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的累积 就是我所说的 你究竟一生的果效 究竟有没有累积到 你做一年灭一年 左连灭一年 而到最后 临到离世之前 都灭了你之前的东西 甚至可能 剃掉以前的经历 我相信错了 那离世呢 另一个呢 只要态度不同 他一生的果效 从心里面发出 一生在过去当中 那么多年当中 都感恩 能够有机会 为神受羞辱 经历的大家一样 而并且 他甘心乐意地去做 而并且 每一次想起的时候 都变成一个 美丽的回忆 见的了 又为什么 将这些变成 你们的美丽回忆 你知不知道 到离世的时候 天上和另一个比 那就是贫穷赤身和黑眼 你就是真的一样 都不决在天上 现在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原来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这三样东西 第一是累积 第二是损失 第三就是你的内心 究竟在天上静地上 马太分第六章 第十九至二十一节 不要为自己积赞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受坏也有财 挖掘孔来偷 只要积赞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有虫子咬 不能受坏 也没有财 挖掘孔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中文字幕 Robinson熟 仲俊 多声音乐 统传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